新年开始第一日就叫做元旦 我跟大家讲讲这个旦 这个字结构其实很简单 它是一个会议字 日就是太阳 下面你一画是地面 太阳刚刚由地面升起 那就是朝头早 跟它相对就是这个直 直算是这样写 月亮的月字没有了一画 是看到半个月亮 那就是表示刚刚晚上来了 所以旦就是清晨 直就是傍晚 旦直加上就是一早一晚 也就是说一日之间 也都可以表示很短时间 所以如果说危在旦直 这个诚语 就即是说危机很快就会来到了 很快就会威胁到我们 所以旦是解朝早 亦都可以引伸作为一日 所以元旦是什么意思呢 元就是解第一 所以有所谓元首 有所谓元素 就是第一 元旦就是第一日 一年里面的第一日 就叫做元旦 旦就是代替 旦旦就是代替旦 旦旦为了 旦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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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旦 改为旦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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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是什么意思呢?一旦就是一天光,即是日头一来的意思 现在一般是用来表示当的意思 例如我们要做好准备,一旦发生一些意外,我们都可以应付得到 一旦就是当发生意外,我们都可以应付得到 还有一个词是旦,重复这个旦字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解法就是每天的意思,即是孟子里面有一句 旦旦而佛之,佛就是找一把斧头去斩 这意思是说如果一棵大树本来是根深业茂,很漂亮的 你又多手,天天找一把斧头去斩它,想不死也挺难 我们来比喻一个人,一个人本来他的品格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不留意,乐得狗都做一些有选品德的事 好像旦旦而佛之,整整整整整整 你就是想人继续维持一个完整的品格,很难 是这样的意思 另外还有一个词叫信誓旦旦旦,为何呢? 出自诗经,诗经有两句是